大家好 叶菊这种植物 不管是斑病还是虫害 都是非常多 斑病的话 有叶斑病 黑斑病 碳菊病 虫害有菊马 这个从红菊株等等 非常多 那么我们防治这些病害 只能以一方为主 但是这么多的病害 我们买的防治药物 一想到自己都懵圈了 那么怎么办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一想到买这么多药物头疼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家养护叶菊 从来不需要备这么多药物 只用一套业绩养护套餐 里面有杀虫的 杀菌的都有 里面有三小瓶装 这瓶可以预防各种病害 这瓶可以杀死牙虫 杰克虫 红菊 菊马 这瓶也是同样杀虫的 这三小瓶装 我们交替使用 这样就有效的防治 斑病 还有虫害 除了给它做好 预防病虫害之外 加强通风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最好就是在中午的时候 11点到13点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加强东风 还有降温湿度 这样就会减少发病条件 我们给它灌水的时候 最好就是在晴天的时候 给它进食 施肥也特别要注意 一定要给它适用一些 淡泥甲元素 比较均衡的 可以适用复合微生物 肥料 所含的三大元素都有 而且可以有效的活化土壤 又可以依据土传病的发生 使用也非常方便 直接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也可以以土壤一举换泡 两个月给它适用一次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